藻庄四大家族之首崔家的新衰往事,藻庄历史优秀,在唐宋时形成村落,因多藻树而得名藻庄,建国后因梅尔建世,又称梅城,更因铁道游击队和台儿庄大战而闻名中外。 早庄固称义县,众所周知义县有四大家族集,齐村的崔家,关帝的宋家,马南的皇家,义北的梁家,今天就来聊一聊四大家族之首崔家。 你不知道的兴衰往事,崔家大任作为义县四大家族之首的齐村崔家,崔是先祖崔炳中,原集藤县两下殿,以烹调守一虎口,阴欲欠眼,两筐一旦桃荒至义县,先于义城北山殷村,租众积母土地,农贤为人,除维持生活,生子崔镇,镇生二子,明守贵,守禄,守贵受雇于齐村, 游家,游家有地千行兼营商业,所见大楼远近闻名,守贵为人成谱,所办菜要甚何主人口味,守贵后生义子,聪明伶俐,取名崔脸,崔脸长成厚,仍在游家帮办,时逢一山西人来早庄开办没油,要物质一个可靠的人任总管,听说崔脸有才干,就骗请他去协力经营没油, 崔脸终成勤奋,凡生产销售诸般事务,都能安排妥当,梅瑶营业日见兴龙,后山西人回家探亲,将梅瑶托付崔脸掌管,不料山西人一去客,永无音讯,梅瑶产业遂为崔脸所有,该瑶梅曾深而知有,兼金营得法,产量月居 这遥之手,亦献之载,方甘龙家庆时矿业大兴,而且诸大族若崔氏,纵使以探故节起家,与王侯裂父,将崔家才是推上顶峰的是咸峰,同志年间的崔西吉,其木之名载,他早年进学为秀才,但不愿以俘如中,担经节律, 亦以秦获执,扩生产未及物,工由经矿物,玉矿的往复观之,则知矿苗深浅,厌之百不失一,虽太西矿师之神物不失过矣,但矿超过了山。 西行家,崔西吉分家时,致帝一百二十情,曾夸要说,我去山音老林上坟,二十五里不踩别人的地边,他重金礼聘当地名如王胜仪,交长子崔广远公督,崔广远果不复所望,光绪十六年一八九零年中进士,受汉林远树即逝,崔西吉夙愿以达,遂大兴土墓, 兴建汉林府,占地十五亩,楼阁连云,十分壮丽,崔西吉构制洋枪洋炮,建立起自己的武装,称宝家橘子,作为宅院,梅窑,仓库的守卫,家固围墙,开东,南,西三门,齐村的行政,集市贸易等,也由崔家宝大院中的古井以上,都是大家知道的事情,现在聊一聊你不知道的事情, 崔广远兄弟八人,自崔广远关云亨同之后,加上崔家财力惊人,其余几兄弟便开始膨胀起来,老一线有一尽性,人家在同志年间高中进士,古时高中进士老家要立旗杆,旗杆的顶部英文武功名不同而有所区别,旗杆选用约大于33厘米 大口径的山木,高度达十几米,旗杆的下半部开早有两个孔,与旗杆夹的孔相一致,用硬质杂木做成的销,将旗杆与旗杆夹连接起来,旗杆底部都有磐石垫底,举人,尽是无需再垫杵石,而共生整则,需在磐石上加一块圆杵石, 旗杆石原的,方的在古村落中比较常见,脸型的则十分少见,因为按封建等级规定,只有二品以上的官才能用脸型的旗杆石,它是身份地位的象征,闲话少叙,尽兴高中进士之后,隐隐有盖过崔家之事,崔家几兄弟便强行将旗杆砍断,且料此时被皇帝所知,容颜大怒,下令 抄家并问罪于崔家兄弟,信得崔广源事先秘密通知,崔家兄弟除老三外全部外逃,有的逃往了蹦步,有的去了祠谣,还有不知所踪的,崔家老三在崔广源的上下,打电下才免于问责,定居于近义城附近。 崔家老三生有一儿一女,你儿天生智力有问题,儿子娶名为明杰,明杰天生聪明,善于经商,明杰娶懂性财助之女,懂事为妻,生二女,据传明杰之死颇为蹊跷,有一日明杰出门买鱼,恰巧碰到自己的妹妹,妹妹问,哥哥手里拿的什么,答曰,给你嫂子买的鱼,妹妹又说,你给我 我吃吧,明杰说,你嫂子身子不舒服,我买条鱼给她补一下,妹妹又说,你若是不给我吃,你走不到城门下,明杰笑笑不以为然,岂料在城门下暴毙,因家中只有二女,长女不满十岁,自此崔家开始走向衰落,大愿一脚。